今天台股再度大涨了将近300点 大家都会告诉你大涨的原因 可是不好意思 我是提早三天就预告这件事情的分析师 所以接下来的行情 你可得听我的 这几天特斯拉连续大涨 相关概念股还能不能买 今天节目跟你说分明 大家好 我是林玉凯 今天台股真的叫做是一个不得了 看一眼啦 有没有 23172 23000点重新收复师徒之外 今天还大涨了293点 这实体红可以多漂亮 当然啦 当然啦 我们的加权指数 贵买指数也是继续创新高的 可是这样看起来 是不是资金又有点回流加权指数这样的概念 反正不管两大指数一起冲 只好先来一首 冲冲冲 冲冲冲 大片天下我上涌 冲冲冲 走走到我的心中 嘴米勒 当初坚持的李兄 好不好 你还有坚持吗 你当初有跟我一起坚持吗 坚持到现在 不就对了吗 好不好 一样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台股 涨什么 鲍尔释出通膨放缓 鸽派的讯息 所以呢 从昨天晚上台子期的夜盘 就开始做反弹了 好那鲍尔呢 诶 什么时候又讲话了 因为鲍尔呢 在这个礼拜 他已经远渡从洋 飞到欧洲去了 他在欧洲的央行发表演说 好不好 讲到这一点我就很骄傲了 欢迎大家看看所有 市面上分析室的节目 再看看这些号称什么 全市场粉丝最多 最专业最领先的 各大财经节目 什么擦身的 擦凡的 擦线百分百 等等等等的 有没有帮你掌握到这项资讯 如果没有 那还敢叫最专业最领先吗 你不如看我节目 你不如加我的赖就好了 因为我是第一时间 告诉你这件事情的人 你只要加我赖之后呢 每个礼拜我都会给你这样一份 这叫什么 未来一周的台股行事例 有没有看到 7月3号礼拜三 跟这里讲 7月2号礼拜二 来 联准会主席 欧洲央行总裁 巴西央行总裁 于欧洲央行论坛发表演说 我不只预告这件事情 我还帮你做解读 对吧 几项经济数据公布后 以及6月初 欧洲央行率先降息过后 市场对降息的预期进一步升温 那如行事例所示 周二 鲍尔到欧洲的演讲 会不会释出更多的歌派宣言 值得留意 那不就昨天一讲完话 今天台股就喷了 就喷了快300点 你自己想想看 我的LINE这个地方 小小鼠打扮16888 是不是一定要加 因为我不只是你股票的好朋友 我更是你期货和选择圈的好朋友 因为我都是先预测大盘 而且命中率极高 所以大方向你要听谁讲 你总是要听真正号称专业和领先 而且是领先法人 领先所有媒体的分析师 而且总是在大家最恐慌的时候 给你信心的分析师 好不好 而且我还讲 谷底谷底谷底 预测成功的分析师 对吧 这一波5月31号最低点 我要告诉你 5月31号就是谷底 亲爱的 好不好 所以过去我们每一条 每一条 每个高点每个低点 完全命中 现在你要听我说 第三季还有高点 而且就现在台股的这个 台语叫板诗 中文叫什么 台语的这个态势 说不定不见得等到台积界法说会 台积界法说会你要等到7月18号 有没有可能7月18号之前 就先创新高 不是不可能啊 对吧 不是不可能啊 美股在强呢 美股在创高呢 对吧 好 那一大早就有网友问 最近Tesla这么强 昨晚就涨了10个百分点 是不是应该要买一下 特斯拉概念股 好 我们来看一下特斯拉多强 TS 哦 哦 真的很强 对不对 这一波167块起涨 涨到200 231元了 好 那我们先看看 特斯拉股价飙涨的原因 好 今天应该蛮多人在讲的啦 来 为什么能狂飙10% 交车量之外 还有一个数字令市场 振奋 好 但最主要两大原因 第一个 交车量能 稳健成长 除能业务的进展 这两大重点 那刚刚公布第二季的交车数呢 是44.4万辆 44万4千台车啦 优于公司自己本身预期的43万8千辆 以及市场预期的42万辆 可是如果说 照目前的进度 还是很难去达到去年的水准 甚至你要说回到高峰很难 除非它是维持现阶段的高度成长 一直成长下去 才有机会跟去年持平 那我必须说 以前特斯拉它是一个电动车的代名词 甚至我们讲特斯拉就是手机界的iPhone 可是现在讲到电动车 你脑中浮现的还会是特斯拉吗 恐怕已经不是它了吗 你也许想买的是BMW 也许想买的是保时捷 对吧 所以它有一点光环不在的味道 这是我个人认为 因为它在市场上已经失去竞争力 主要原因在这个地方 它已经不叫做电动车的领导品牌了 光环已经没有了 所以它接下来如果都还是要靠降价来去拼市战 那恐怕也不是长久之际吗 你不可能一直一直降 对吧 好那第一点 这个交车数优于市场预期 这是一部分 另外一部分是什么 这个才是重点 除能 摩根斯丹利有一篇报告说 特斯拉的电池除能量高于预期 高于他们的预期 那高于他们预期多少 几乎是摩根斯丹利预测的两倍 几乎是两倍 对吧 你想想看一家公司 外资通常在估 不会落差太大 你能够达到外资预期的两倍 这算是非常了不起的进展 主要原因是什么 随着AI的发展加速 刺激能源的需求 我们大家都知道 AI本来就是吃电怪兽 所以为什么今年这些电力概念股 都蠢蠢欲动 以前讲就是 电力的概念主要在主打的 就是说我们要干净能源 然后夏天用电量大 怕有跳电问题 可是现在概念不同了 现在概念在于说 原本的问题都还在 对吧 我们一样要干净能源 我们夏天的用电量依然很大 依然会有这个用电的缺口 可是现在出现了一个新兴产业 会强力排挤到大家的用电 所以反而特斯拉的飙涨 你要去从根本上选股 仍然在于AI 仍然在于AI 那特斯拉概念股 基本上我们琢磨的不会太多 顶多就这么几档 茂莲 对吧 今天要创新高嘛 395块啦 可是这个位置 也好 这个位置也好 这个位置也好 你追又不是 不追又不爽 对不对 那我说过 高阶版如同茂莲 对我有特斯拉订单 我也打入到GP200市场 你觉得它贵 高阶版的贵 你有低配版的选择 对吧 茂莲今年的EPS预估是20块 股价可以涨到395 甚至外资目标价都看到400块以上 那你不如来看看两维嘛 对吧 茂莲去年EPS14.3 今年第一季3.5 目前法人预估20.7 股价400块 两维呢 去年4.17 第一季1.7 今年预估EPS10以上 10以上 但是股价才多少 100块不到 你光是用这个比例去看 20元的应该涨到400块 10元的连100块都不到 这对吗 而且两维哦 我讲你姑且不论 比价下一个是什么 你看一下 去年14块 今年20块 对茂莲来说是成长 那对两维来讲呢 4块1变成10块以上 这个叫爆炸性成长 好不好 这叫爆炸性成长 那比价效应跟爆炸性的成长 这只是两回事 两个利多 再来还有什么 你要想想看 在台股现阶段 两万三千点的时候 仍然是存在这种 本益比不到十倍的股票 本益比不到十倍的股票 两万三千点 你要哪里找 所剩无几的啦 好不好 那还有一档 也是算特斯拉相关 前两天已经跟你分享过了 得威嘛 对不对 也是吹用二极体啊 一大早已经有网友来问了 不是说这个掌停打开就要买 不是说会跟云豹能源一样喷吗 哪有 莫急莫慌喔 来你看一下 云豹能源这一波能够这么飙 是因为人家刚刚转上市嘛 筹码当然高度集中嘛 所以那个筹码的干净整洁程度之高啊 对吧 这完全是无成事规格了 可是你看啊 这个德伟毕竟是老股票了 对不对 在上市贵市的市场 已经这个游荡许久 而且你看一下 他这三天 涨停涨停这两天 再加上昨天 他是带量的 他是带量的 他的涨停是实体长红K 表示说他是有经过多空交战 买买买买买 一路买上来了 买到涨停板 然后第二天也是买买买买 买到涨停板了 他是经历过多空交战的 那中间在量大的过程当中 当然不罚短线客嘛 所以昨天的这个最大量 算是短线客的出场 今天的回档才叫做筹码的重新凝聚 那为什么我认为说 后世仍然有机会 好 那我们要再讲一次 身为真正专业领先法人 与媒体的分析师呢 我当然已经早一步掌握到 很多重要的关键数字 所以我才敢推荐你这样的股票 只是说 已经公布了 好不好 昨天已经公布了 对 六月营收创历史新高 下半年拼足迹增温 也就是下半年比上半年更好了 好不好 我还来不及卖关子 他就给人家爆出来了 好不好 那下半年如无意外 就是越来越好 季季高 可是刚刚我已经讲了 特斯拉的交车数量 很难再度展现过往的辉煌 现在真正令外资赞叹的是 除能业务的发展速度 可是除能需求快速拉升的 根源在哪里 仍然是在AI 因此下半段 我们来看看哪些AI股还能买 休息一下 如果知道7月中旬台股都还没有创新高 那么7月中旬台股最重要的转折点是什么 有可能就是7月18号台积电的法术会 那法术会很长 内容也会很多 我之前跑法术会的时候 每次去都是先拿到一叠厚厚的资料 你不要以为这厚厚一叠是所有的东西 没有所有内容 厚厚一叠只是他们等一下简报内容的PPT而已 大概就这样了 大概就这样子 很多的内容还要靠他们口头补述 而且全英文 以前我们跑法术都是这样子 所以你以前英文好没有用 因为很多你会发现都是专有名词 半导体啊会计相关的这些英文 以前我哪会 我们全部都硬学的 这离题了 那法术会一定会讲很多 可是重点只有两个 我帮大家整理出来了 第一点 2奈米的进度与需求 能不能够 如预期的进入到2025年明年度的量产 因为需求好不好 需求虽然也是一个大家关注的重点 可是我觉得啦 我已经可以先告诉你的 需求不用担心 需求你已经可以不用担心了 肯定是产能抢到爆 现在就看什么 你能不能够明年开始交货而已 对 需求肯定有 你能不能量产吗 你交得出来才有获利跟营收吗 对吧 所以能不能做到2025量产 这是第一个重点 那更加重要的重点是什么 资本支出 资本支出 因为现在产能满到2026年了嘛 你会不会扩产 你会不会扩大资本支出 来去做扩充产能的动作 这才是重点嘛 而且现在大家都认为 你会调升啊 对吧 市场的心理预期已经先有了嘛 你320到360啊 对吧 320到360亿是目前法人普遍的预期 昨天我不是说吗 高盛瑞银还估到360至370亿美元 你硬是把人家高标360再往上估 那不用理他 对不对 我们只要用市场多数法人的普遍共识 在321到360亿美元 这个地方就好了 只要台积电的资本支出 有达到这个预期的上缘 他可能讲法会比较偏 靠近360一点 或者搞不好啦好不好 我们讲搞不好 高盛瑞银猜对了 哇360以上 那不得了啦 这个绝对叫超级大利多 台积电就等着喷出 台股也就跟着喷出了 好吗 那当然又回到我们的经典名言 跟着台积走 获利自然有 第一档同样先看谁 君豪 今天再次的大涨 创新高 102.5元 但是 今天收盘是收在100元以下 这个我们可以讲 第一个太夸张 两个太夸张了 一个太夸张了 又创新高了 你跟我们一起 买在这种地方 买什么地方 6月3号 我给你一个提示 这不是杨怀铭啦 再讲一次 这谢君豪啦 好不好 反正当天节目上 来6月3号节目上 我们都跟你已经开牌了 是谁 5443的君豪 我还告诉你说 当天没有涨停板啦 抱歉啦 可是我们买了啦 好不好 你买在6月3号在哪里 这里 从这里买 中间稍微震荡几天 马上急拉上去 你能够买在这里 这不叫赚到流油吗 油有多肥 今天11点38分 狂赫 君豪突破百元 再创新高 获利已经逼近 七成 七成 好不好 可是我们还要继续转下去 我跟你讲 第二个最夸张是什么 你有发现 这边呢 哇 涨停涨停 都是油门踩到底的那种爆冲啊 对吧 涨停涨停 到100块 有没有 你有发现 今天有点涨势停顿了 为什么 有一点开高 打下来 开高 打下来 有没有发现 难道又是我的问题吗 莫非又是我的问题吗 这我们讲过非常多次 上个礼拜 我到这个TBS的精灵天下 当来宾 我们特别就在讲 台阶设备厂 君豪这张股票的时候 其实我就讲 为什么我会看好 君豪这张股票 以前你讲台阶设备厂 也不会想到它 对吧 那为什么现在 反而要把它拿出来讲 6月24号 精灵天下 林玉凯的 这是我的part 好 为什么呢 来 我还告诉你说 未来都还有空间 当天我的论述是什么 你就讲一个最简单的事情 现在台阶设备厂 随便打开电脑 你看300块 500块 800块 1000块 放眼全天下 哪还有这种百元不到的设备厂 台积电一人得到 设备厂积选升天 每个都已经升过天 哪还有100块不到的设备厂 君豪不是最好的选择吗 我自己节目上也讲了嘛 对不对 来哪一天的节目 还不是很久远以前 7月1号 Monday 礼拜一 我说什么 二位数的台积电设备厂 真的都还很便宜 当天是涨停板的 88块 可是我告诉你 真的都还很便宜 中式logo压在这边 真的假不了 假的骗不了 好不好 不到100块怕什么 我跟你讲 到昨天涨停 又涨停嘛 对不对 我不改旗帜 因为昨天涨停还不到100块啊 怕啥 今天100了 对不对 今天100了 所以你们发现 过了100之后 开始有点动摇了 股价收不上去了 收到100块之下了 神不神 你信不信 现在很多人等着我的看法 就跟1560中砂一样 对 1560中砂一路从220飙啊 我跟你讲 三三来迟啊 我那天不是告诉你 我说基本面的价值 大概反映到330元 到350元 那个叫市场情绪了 那叫市场的追价力度了 反而我发现 话才讲完这几天 有点不太动了 好 那这不是重点 我们现在拉回来看君豪 当然大家就等嘛 诶 凯哥 君豪变三位数了 你觉得呢 我现在告诉你 我认为即便是100块 100出头 也都还不算贵 100块都还不算贵 真的啦 至少基本面的价值 还没有反映 所以 我的这一封 给会员讯息才要这样讲嘛 即便获利已经逼近七成 我们已经赚很多了 但是 我还要继续赚下去 好吗 好 下面一档 亚翔 昨天大涨 创新高 今天呢 稍微有点小休息 因为原本市场有在传 传言喔 它好像接到 世界先进跟恩智普 在新加坡 12寸厂的订单 那公司已经出来发重讯了 公司澄清了 这是假的 这是假的 可是呢 什么是真的 公司自己说过 在手订单 1291亿元是真的 法人预期今年的营收和获利 有望翻倍 这是真的 那股价的走势就是真的 对吧 来 亲爱的 记不记得三月 三月二十号 我说呢 有一档股票 我叫他 呀 香宝 呀 香 对吧 然后呢 隔天节目上 我直接开牌了 对吧 三月二十一号 昨天才买进的 呀 香 我们有没有准确抓到喜藏店 很多人不相信 没有关系 来 回顾一下 三月二十一号 三月二十号嘛 二十号在这里 隔天马上拉长虹 开始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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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夹登 哎呦 创高了 万润 哎呦 创高了 有没有发现 每一档我们点名的股票 都创新高了 汉唐逊一点 创收盘新高 可是我说过 它今年第一季EPS 6.79元 已经是同期史上最佳了 历史高点在去年 24.82元 今年是有机会再创新高的 重点是位阶还很低 它跟亚翔一样 股价都经过修正 新日新 连续跌两天 我又要来讲了 好不好 我就知道 这种走势 散户最喜欢 这一档真的是 散户最爱叮的股票 之前我就讲过说 月线附近我要加码嘛 对不对 然后呢 网友就来呛啦 不说月线很稳 对不对 好 我回应 第一点 买在月线大概才225块左右 今天213 10%不到 是怎样 操作连几%的亏损 账面亏损都不可以出现 买完就得喷 这个价位不能跌破 对 所以胃酸而酸 大可不必 这第一点 其次 在新日新 我的做法是这个样子 只要你看我节目够久 我们原始成本在哪里 不好意思 在140块 你看我节目半年以上就知道了 140块 到现在我还是大赚啊 而且你没忘记吧 这一波新日新 我出过一次 在哪里 6月17号 最高点的隔天 我出在这里 对吧 我出场之后 节目上我也说过很多次 我很想等200块以下 再来承接 可是后来行情太好 对吧 沿着月线走 所以我先买了第一批 第二批 我还是可以等200块以下啊 如果下去点一下200 点一下19多 又拉上来 我跟你讲 这些酸民又消失了 所以我很习惯 好不好 我只要服务好 相信我 认同我的人 这样就够了 酸民不需要理他了 好不好 玉邦 今天也不错 最近很多人来问 目标价不变 所以呢 台庆科大股东 先创新高 连茂 营收还没公告 可是春江水暖鸭先知 又是我这只鸭鸭 好不好 领先法人与媒体 先把6月营收 非常好的资讯 分享给你 耀华 现在挑战前高 大家注意一下 好不好 先进光 领先过高 表现还不错 慢是慢 但是比较稳 好不好 那一样 有就有 没有就说没有 今天我们没有股票 亮灯涨停板 可是过去的两个月 每一档股票 我们都是公开分享 公开操作 公开涨停 而且你都看得到 5月下旬 19支涨停板 6月份 整整40支涨停板 7月份到昨天为止 总共有四支涨停板 今天算一支都没有 但是我相信 明天还会 因为明天我还要买股票 过去你来不及参与 现在你还来得及 明天我又要买股票了 你跟不跟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 至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适合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